明慧网编造的神迹故事 喜欢赶时髦 如今 猪流感是世界性热点话题 法轮功的神迹故事 也要在猪流感方面凑热闹 5月10日 明慧网上发表了一篇 自称上海大法第四的文章 猪流感症状消失 让人读了嘖嘖称奇 其一 明慧网在想当然 明慧网发表此文时 中国境内还只有香港出现了猪流感感染者病例 文中的这名大法弟子的丈夫 只不过外出了几次 身体感到不适 在网上 在网上与猪流感症状进行了简单的对比 就确认患的是猪流感 根本没有权威医疗机构的认证 这显然是在想当然 其二 明慧网与李洪志对着干 李洪志曾多次说 一人修炼 全家受益 但明慧网这篇文章 却与李洪志对着干 法轮功人员的丈夫不仅得了病 而且得的还是时髦病 猪流感 纵观明慧网的文章 其目的和落脚点只有一个 那就是吹嘘法轮功的无所不能 法轮功神迹的集中发生地 一般都在中国大陆 或者是中国人身上 如2008年5月的汶川地震 法轮功就编造了许多阵中神迹 这次猪流感 法轮功当然是如获至宝 其次 明慧网在蓄意编造 根据法轮功及明慧网惯用手法看 有了这篇所谓的 猪流感症状消失出笼 明慧网还会受益弟子发表 第二篇 第三篇 乃至更多篇猪流感神迹文章 可世人都可看出 猪流感神迹虽然是个新玩意儿 但万变不离其松 这只不过还是法轮功 蒙骗世人的一种手段 如今美国可是全球猪流感的重灾区 事实如果真像明慧网神迹故事讲的那样 法轮功为什么不去保护他们呢 这究竟是李洪志不愿发善心 还是他根本就没有神功呢 是这个功能呢 是变成我 这篇中文章是谁 啊 是什么